我们接下来的回圈呢 就会更加的进阶更加的复杂 假设我今天希望呢 在每个月的1号2号3号 要跟使用者say hello 所以呢是hello1月1号 hello1月2号 hello1月3号 接下来2月的时候呢 也是hello2月1号 hello2月2号 hello2月3号 一直到3月1号 3月2号 3月3号 这样的程式要怎么撰写呢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就是每一行 我强制的用print的功能 把它印出来 但是在前半部的课程有说到 工程师就是因为不喜欢 重复的处理某件事情 所以发明了for回圈 所以我们来找一下 在这段程式码里面 有没有很相似的地方 发现呢 这里呢都是123 好这里是123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 for回圈的形式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for i in range 1到4 它就产生一个序列是123 接下来把i带进去这里 它就会陆续变成123 那所以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接下来写第二段也是一样的 2月1号 2月2号 2月3号 接下来3月1号 3月2号 3月3号 可以利用for回圈的功能 从9行程式码 变成6行程式码 变成6行程式码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段程式码 第二段程式码 第三段程式码 又长得很像了 唯一的差别只差在这里 1 2 3 因此呢 我们又可以用for回圈 来包住这两行程式码 长相呢 就会变这样 这个是刚刚的原本两行程式码 那我们把这个变数 变成j j呢 依序等于123 因此 利用三行程式码呢 就可以导到我们一开始 9行程式码的功能 这样子的回圈 for回圈里面又有另一个for回圈 我们称为巢状回圈 要特别注意的点是 第一层的for回圈的变数 跟第二层的for回圈的变数 千万不要一样 否则会容易造成程式上的混淆 如果你这里也取名叫i 那我这里printi 那你到底是要print内圈的i 还是外圈的i 就会搞不清楚了 所以千万要注意 在写这样子 槽状回圈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内外圈的变数 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同学试试看 请利用for回圈的功能 来印出99乘法表 那99乘法表的要求呢 是你要print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一直到1乘9等于9 第二行呢 就是2乘1等于2 2乘2等于4 一直到2乘9等于18 最后一行呢 9乘1等于9 一直到9乘9等于81 那如果同学 写出了上面这样子的99乘法表之后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将这样的99乘法表 排版的更好看 变成下面这样 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 来完成99乘法表的练习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99乘法表的程式 要怎么撰写 首先我们先想一下 我们希望90乘法表长成这样子 1乘1等于1 接下来print1乘2等于2 接下来print1乘3等于3 接下来一次类推 一直到1乘9等于9 好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4乘圈 达到第一段99乘法表的要求 所以可以想想 i in range 因为我们要是要数字序列是从1到9 所以呢 就是写1多号10 它就产生一个1到9的序列 接下来print1 1乘 然后呢 后面要加123456789 也就是i嘛 所以呢 你不可以直接加i 你必须加上str i 我们把数字换成字串 它就可以跟这个加在一起了 接下来加上 它有一个等号 等号 接下来加上 转换成字串的 1乘i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程式执行的结果会怎样 我们先把这几行 注解掉 来执行一下 python3 01.py 它会产生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1乘3 1乘9等于9 接下来如果我希望呢 我要变成2的那一阶段的99乘法表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这里改成2 这里改成2 好 存档之后 再执行一次 你就会发现 1的99乘法表也有了 2的99乘法表也有了 所以3很简单嘛 只要在这里复制贴上 3 3 3的99乘法表也出现了 那各位同学就可以发现 这三段程式码长得很像 唯一不一样的只有前面这里 123 这里123 因此这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利用第二层的for回圈 来帮助我们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行程式码呢 包在for回圈里面 for j in range 1都号10 接着我们要重复执行的是 这个程式码 那要换成j的程式码 有哪几个呢 分别是 这个东西要把它换成j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换成str的j 接下来这个东西也要换成j 直接把它换成j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执行的结果 这里少了一个加号 记得加上去 这个程式执行结果就像这样 1的99乘法表 2的99乘法表 3的99乘法表 一直到9的99乘法表 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排版的问题了 刚刚说过 1到 1乘1到1乘9 是不要换行的 2乘1到2乘9 不要换行 3乘1到3乘9 不要换行 因此呢 换行这里 我们需要加一个end 等于 刷一号 这样子呢 这行程式就不会换行了 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它就长这样 1的程式没有换行 2的程式也没有换行 但是它们全部都连在一起了 那怎么解决呢 第一个 这end代表结尾 不要换行 是一个控制串 那这时候 我们希望的结尾呢 是一个空白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 变成空白 好 再执行一次 每一段乘法 都比较分开了 接下来什么时候换行呢 我们希望1乘1 一直到1乘9 乘完之后 有个换行 也就是 2 3行的复回圈 结束之后 有个换行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 print一个换行 要注意的事情是 这个printer呢 只能控四个空格 代表的是 我要复回圈的1到9 执行完才换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换行加上去 就会变成这样的效果 1乘1到1乘9 换行之后 2乘1到2乘9 换行之后 3乘1到3乘9 一直雷推 一直到9乘1到9乘9 那排版呢 还是不如刚刚好看 刚刚呢 我们所有的字母都对齐了 那是因为呢 到了这个部分 它开始 2乘5变成10 它开始有两位数了 当今天有两位数的时候 就跟前面 只有一位数的 空格数量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判断 如果 i乘J 如果大于等于10的数字 i乘J已经大于等于10了 空一格 大于10的时候 我们空一格 否则 也就是小于10的情况下 我们让我们的print呢 换行空两格 完成之后 你的程式的排版 就会变得非常漂亮了 这个就是99乘法的程式 这个就是99乘法的程式 这一项 0-10的数字